宋佛宋道西 反正已经讲了 我们现在做一棵歪脖子树 起因的话是我群里的一个网友 他遇到这个问题 他的一个纹理 他做树的纹理的一个方向对不准 他怎么样把这个纹理顺过来 我现在已经顺过来了 我现在把它再还原 好吧 我拿回退一下 让他变成错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纹理是吧 横向的 我现在要把它改成纵向的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 刚刚画面没有动啊 现在动啊 我把它改成这样 这样他方向是 是错的是吧 他不想要这个方向 他想顺着这个 树的一个竿的方向去走 是吧 那我们怎么办 啊 我们先回到一级细分 然后打开这个插件 插件下面有个UV master 是吧 UV master以后 我们点一个work on clone 然后就会跳到这个工具栏上面 它直接过去了 一个白色的一个最低级别的模型 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啊 如果你已经有了 你直接flatten就行了 是flatten flatten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UV了 是吧 然后这个方向不对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树的侧面 顶端和底端这两个圆面 我们就不管了 是吧 把这个转一下 W control shift 快速选取 然后给它旋转一下 是吧 快速旋转 旋转一下就行了啊 然后onflatten 然后复制一下 copy UV 是吧 然后回到我们原始的这个工程目录 原始的工程目录是有细分的是吧 然后paste一下 看到啊 这时候啊 我们的方向是不是就顺过来了 啊 看懂了吧 是吧 我们应用的一个功能的话 就是surface里面的一个noise的功能 noise里面的第二个UV 就是利用一张四方连续的一个alpha 进行了一个surface noise的一个处理 是吧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 是吧 然后强度 是吧 一般的话 做这个做 蛇的鳞片 然后只要有规律的一个纹理的话 都可以用这种方向处理 所以当然如果你觉得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方便了 当然你实在是搞不懂 你也可以把这个模型的这个 UV呀 最低级别的模型 导出到第三方软件进行分UV 把那个UV旋转 其实意思是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他一开始是这样操作的 它是在这个里面进行操作 它是在这里面进行旋转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在这里面旋转UV是不动的 有没有看到 用morphUV的话 你虽然旋转了 但是UV的方向没有改变 知道吗 没有卡 这个生性不移 是吧 UV的方向是不变的 所以这是他犯了一个错误 所以你要改UV的话 一定要用UVMust去改 不要用morphUV改 morphUV改的话 没有用啊 看到吗 没有用啊 知道吗 你在这里改UV的方向是没有用 你再点回去 你有没有看到 他这个UV又转过来了 知道吗 这两个功能的话 是不一样 这个功能用来干什么 这个功能其实是用来让我们做雕刻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 正常的一个方向上 比如说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雕刻啊 不太好雕的时候 不太好雕 要转来转去 我们可以使用morphUV 然后把它转到这个平面上 然后平面上我们去做这样雕刻 这样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懂了吗 这才是morphUV的一个正确越法 他这个时候 他看上去是处于一个UV的状态 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个模型的状态 懂吗 然后我带morphUV回去 看到吗 这个时候他就 我刚刚画的线就出来了 所以这里的话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他看上去是UV的一个平摊 但实际上 他不是UV 可能比较有点绕啊 就看上去是UV啊 但他不是UV 你真正要去处理他的UV的话 必须使用UVmaster 好吧 UVmaster 在UVmaster里面去旋转他的UV 才真正改到他UV啊 你在morphUV里面改 是没有用的 知道吗 你把它改 不管你是怎么转 怎么转 你再 再次把它点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又回到原始的一个方向了 明白了吗 因为你在这里面旋转 你改的是模型那个状态 你知道吗 他没有改他的UV 明白吗 好啊 所以这两个功能大家一定要 区别一下 区别一下 好吧 那今天呢 UVmaster的一个 小讲堂就到这里啊 顺便随期视频 啊 好 好